第三,我们看以佛所书 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以佛所书 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念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尊敬上同归于一 愿使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长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子先一叫之后遥漏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今天我们说这个生命成长到底什么叫生命成长 具体的标志是什么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不是随便说的 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生命成长的方向 不是知识 生命成长的方向 生命成长的方向是 长成基督的生命 这天我们要长大成人 在前面也就有提到 这天我们就是要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 长大成人 这天我们说生命成长 这个方向是什么 长成基督的生命 对主认识的程度 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 有长进 一个人成长 我们说很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长不长高 今天孩子长高了 做父母的心里比较高兴 孩子如果说老是不长 做父母的都会招致 我记得我大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的邻居他们的一个邻居也是生了一个孩子 跟我的儿子大概相差了只有这么几天 总是不超过一个月的 他们是部队的家属 当时物质供应很紧张 当时部队有自己农场啊什么 什么东西不断地看他们肉啊 西瓜啊什么东西都搬来 而我们呢 根据市民的供应 数量都很少 而且他们住在朝南 我们住在朝北 在人看来 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了 然后两家的父母 大家都在看 两个孩子有的时候在一起 大家都在比较 我的孩子长得怎么样 他的孩子长得怎么样 我的儿子比他高半个头 所以那家的母亲有一次 我听听他这样啊啊的说 为什么他说 我们的孩子总长不过他们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多了 二里应该是 他们的孩子要长得要高大才对 为什么结果还是我的孩子高大 当然他们不懂得 这里边更要紧的 有一个神的祖父 对不对啊 我们说是个神的祖父 在我们这一边 这点他不懂 所以今天我觉得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情 我们做父母的看见 我的孩子长得高大怎么样 我们心里面很高兴 我们当然感恩 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 那是神的恩典和怜 所以我们说 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的神也是在看 我们的孩子长得怎么样 如果今天我们这些孩子 虽然得了生命 一个个都像小老头儿 这么样的长不大 我们说 对于我们的神心里面要着急 是不是 你自己不着急 他着急 做父母的着急 孩子要长大 自己做父母的都光彩 都觉得高兴 所以我们说 生命成长的方向 是要什么 长成基督的神量 同时 这一个长成基督的神量 是什么标准 对主认识的程度 这个是我们在以弗所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 第四节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 第四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有神所思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遇了患难的人 今天对我们来说 没有人喜欢患难 但是我们也知道 经过患难 我们的生命经过操练 会老练 会丰盛 我们讲生命丰盛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那是有很多实在的内容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只有一个经过患难的人 可以去帮助患难 在患难中的人 更加有效 今天我们说 越是一个生命丰盛 丰盛老练的人 他就越能够帮助别人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的生命丰盛老练的过程 可以说 自己很多的经历 这些经历在经历的时候 并不是觉得那么样的好 但是等经历过了以后 不但自己的长进 也可以帮助别人 这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 我想就是 只有生命丰盛 只有生命丰盛 才能流露 才能流露出 生命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一个健康的人 他能够帮助别人 一个身体衰弱的人 一个身体衰弱的人 自己走路 能好好的走路就够了 今天我出去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出去 我都是全家大小 一起走的话 重的东西都是我拿的 现在就不是了 稍微重一点的东西 我两个儿子 他们都长得又高又大 都可以拿 对不对 今天谁见状了 就可以帮助别人 过去我可以帮助别人的 现在我出去 弟兄姊妹很照顾我 一点小的东西 都要帮我拿了 让我一个人自己走路 他们看来就觉得不错了 再老下去的话 怎么样 我走路就要大家服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生命越丰盛 越健康 我们越能够帮助别人 当然我再说 我们人生 有一个衰老的过程 但是属灵的生命 没有衰老 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 永远 人生的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他有一个 健康 青年 壮年 然后怎么样 到最后就走下 要衰老 但是我们说 永远的生命是 只有一路向上 今天我们生命越丰盛 越能帮助别人 自己都生命干巴巴的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说 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我们得生命 而且要得得更丰盛 才能帮助别人 第五 我们说丰盛 我们说丰盛生命的具体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丰盛生命 大概怎么样的具体表现 使大家在追求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方向 丰盛生命的具体表现 丰盛生命的具体表现 我想我在这里提几点 第一 西伯来书 第五章 第十四节 西伯来书 第五章 第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念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系列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胆了 对 今天只有大人能够分辨好胆 小孩分辨不清楚 今天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 能够吃干粮 才能够分辨好胆 首先 第一个 我们生命丰盛 当然就是在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再怎么样 能分辨 好胆 真伪 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异端 我们如果说生命不丰盛 对真理不清楚 他们一来了 我们很容易受迷惑 他们的道理也是专门有人在研究 专门要早一点 我们平时在 这个讲到 我们对真理认识中间的弱点 有一点漏洞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大作文章 今天确实不那么容易胜过 但是我们说生命成长了 就能分辨好胆真理 我们就能够很快把他们识破 我们说 今天的异端 他们常常也是来问我们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们要记住一点 人家问问题 你没有责任 全部回答 没有意义的问题 脱离信仰和圣经的问题 根本不必回答 今天其实异端他们比我们怎么样 要精灵得多 你问他问题 他不回答他 他只是来问你问题 今天对于这样的人 如果来了 你完全可以怎么样 他不回答你的问题 你也不必回答他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要责任做的 是要把福音讲清楚 其他的内容 我们没有必要什么都来解释 我们不是大学教授 不要以为 哎呀我是神学教授 我什么都懂 这个你就上班里到 第二 当我们 要生命丰盛的表现 加拉太书 第四章 第十九节 加拉太书 第四章 第十九节 我们一头来念 我都想着 我令你们在受伤伤之路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意思就是怎么样 这时候你们的生命就不胜了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今天我们说 要有主 有基督成行 与心中 也就是可以说 要 活出 基督的 样式 今天我们有基督成行与心中 我们就会活出 基督的样式 心中 以基督 为主 我们的心里面 满有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 我们就 能够是 有丰盛的生命 活出 基督的样式 把洛特加拉太太的信徒就是说 只等到基督成行于你们心中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样才不再是因而 使生命会奉行 第三 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 第四章 十二到十五节 我们也同来念 不可教人 散看 与年轻 总要在田里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做幸福的方案 你要以先祖 劝你 教导 我们念 只能到过来 你不要 心无所得的 自私 就是从前 借着一年 在众长老 换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 这些事 你要因性去做 不要再是真心 使众人 看出你的长进来 怎么样能够有长进 就是这些事 你要因情去做 哪些事情 可以说一方面 那是在生命的操练方面 比如说 那就是 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要做信徒榜样 就是要活出见证来 另外一方面 在侍奉的上面 也不可货略 那要以宣读 劝勉 教导为念 只等到我来 不要轻忽 所得的恩赐 今天我们 生命的成长 可以说 不外富 那就是 在行为上 有见证 在侍奉上 进行 可以说 今天 不外富 这个两方面 让人可以看到 你有长进 第四 我们 从雅各 旧约的雅各里 我提一点 从苏拉密尼 我们都知道 在雅各里面 那一个 教 那就是 我们能看见 他的名字 就是苏拉密尼 从苏拉密尼 对良人 的称呼 看他 灵命的 掌尽 我们知道 雅各是 一篇 一篇 好像是描述 爱情的诗歌 那是描述 良人和苏拉密尼 两人之间的 那一个关系 实际上我们说 更重要的 让我们从雅各里面 可以看到 那一个苏拉密尼 从一开始 是那么样的幼稚 讲的话 也是很幼稚 一直到最后 到第八章的时候 看到他的成长 那时候我们总记得 一节圣经 那里说 看啊 那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的 是谁的 就是说 原来他的同伴 都不认识 已经成长了 变样了 整个的 那一个过程 如果弟兄姊妹 你看雅各 能够把这两 良人跟他的关系 这一个是一个成长过程的关系 可以说 雅各非常形象的 表现出了 那一个苏拉密尼的成熟过程 也就是他生命丰盛的过程 我想从一方面 我想从一方面我们来看 那就是从他跟良人之间的称呼来看 第一 我们看雅各第二章第十六节 雅各第二章第十六节 鼎各每人说 如果没通过程 梅各自家 国人数我 我也数他 她在百多八中 莆各自家 我怕吃飘饿 在这里我们看见 那苏拉密女士这样说 良人输我 我也输她 我们看第二章 那是在雅各的 第六章 第三节 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个花中 木化群羊 那是 我属 我的良人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 也是我 第三 我们看雅各 雅各第七章 第十节 雅各第七章 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属我的良人 他也恋慕我 我属 我的良人 他也 恋慕我 我想可能 我们从好多 弟兄姊妹 我写出来了以后 就已经看出一个问题了 有没有看出一个问题 从他对良人的称呼 我们说 他有没有进步 这是不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不同 不同在哪里 看得出看不出来 我们说第一个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在他跟良人之间 在他看来 谁是中心 我是中心 良人属我的 我的 也属他 对不对啊 这两者都是相属 这没错 但是 谁是主要的 我是主要的 第二呢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思绪颠倒了 对不对 这一个首先 主要的是谁呢 是我的良人 但是我们说到第三呢 我属我的良人 连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都不说 今天很多人就是 把耶稣当作是我的 我们说 当然 主是我的 他是我的主 他不是我的用人 他不是我的工具 这些多少人 就已经把耶稣 当作工具 当作用人 我们说 这绝对不是 生命丰盛的表现 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见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接下来 可能 苏拉命运 他认识了 哎呀今天 在这个良人 跟我之间 他才是主要的 我不是主要的 所以我属我的良人 然后呢 我的良人怎么样 他也属我的 我们说 彼此之间 还有一点平等 只是次序上 良人在先 到了这个时候 他知道 他跟良人之间 没有什么平等 今天 良人 不是说 属他 可以由他来支配 今天 这个良人怎么样 他也怜目我 就是说 他爱我 即使我们说 今天 良人爱他 这就够了 不需要说 属不属的问题 到底今天 弟兄姊妹 是耶稣属你 还是你输也输 这一个就是什么 光从这一个 三个称呼里面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思想 这一个 苏拉命运 生命的进步 然后你去看 整个的雅各 都反映了 苏拉命运 生命的进步 这是我想 今天我们 生命丰盛 生命成长 苏拉命运 非常 你可以从雅各里面 可以找到更多 这一方面 所以难怪到最后 大家看到 看啊 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 是谁 这个时候的 那一个苏拉命运 已经成熟 成长 完全变了 一开始的时候 他所想到的 都是自我中心 到那时候 他真正的 以良人为中心 我们说 从自我中心 到良人为中心 一直到什么 没有自治 到最后 这个地方 就已经没有自治了 不再是良人属他了 即使在后面 也不再是良人属他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 让我们懂得 我们要得生命 并且得理得丰盛 这个丰盛的生命 不是抽象 是有具体内容 那这一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是有人属于 你 没有 你 你 我 我